好 说到冷来看的是台北小巨蛋今天大变身 摇滚区变成了奥运的滑冰场 怎么可能呢 原来在这里呢总共灌进了有六七十吨的这个水 接着呢降温变成了冰天的室温只有十二度 这是为了接下来的国际竞速滑冰比赛 小巨蛋激动成了一个大冰蛋 围本中间包覆着雪白色的冰霜 施工人员继续洒水降温拼命赶工 这个室内滑冰场可是台北小巨蛋改装而成的 平常来到小巨蛋都是在看演唱会 不过今天怎么走进巨蛋有点像变冰蛋了呢 原来就是这边盖了一个超大的滑冰场 就是为了接下来国际级的竞速滑冰锦标赛 接着是巨蛋变冰蛋 室温一下降到十二到十五度 昔日的演唱会摇滚区急速冷冻 变成长六十一公尺宽三十公尺的奥运规格滑冰场 光是这四公分后的赛场就用六十到七十公顿的水 工作人员三天三夜没睡觉 为的就是温哥华冬季奥运热身赛竞速滑冰锦标赛 这是我们国内冬季奥运会的锦标赛最胜大的一次 这个是主管 这个主管有一万五千的席位非常大 现在是这个冰面大概是三公分的厚度还不太够 我们还要再努力个一两天 周五要展开围棋三天的赛事 也就是说小巨蛋要急动十天 来自三十个国家的顶尖选手蓄势待发 再加上门票完全免费 相信冰蛋滑冰赛精彩程度 不会输给巨蛋演唱会 中文新闻陈一帆许家瑜 台北报道 中文新闻 中文新闻